抱歉 好 謝謝大家 我今天的分享的一個方向 比較不會從我現在在做的 品牌的方向來做一個分享 反而我會去跟大家分享 關於歷程 就剛才那個 Alice有分享到就是 把自己當成一個Prototype 快速迭代的一個經歷 OK 今天的主題叫做 夾縫中求生存的生科人 在場有沒有人聽過 一日生科 眾生苛刻 這樣的一個悲催的一句話呢 OK Anyway 我就是那個生科人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那個情境大概怎麼樣 我是2007年入學的 那時候呢 就是台灣的生技 號稱要起飛的黃金年代 所以呢 我們那一屆的那個 自認為當代最會唸書的讀書人 就會覺得說 身為一個讀書人 就應該要讀生化科技系 所以呢 我們很多人是放棄了電極系 放棄了醫學系 來讀台大神話科技系 而我們就是那個苦主 那這件事情要怎麼說呢 我還是沒有要換頭影片的意思 我們那時候一直 一直讀到大二的時候 發現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欸 怎麼好像沒有要起飛的意思啊 而且越飛越下去 那該怎麼辦呢 那其實如果 你去思想那時候 我們的同學 心中一定會有這種焦慮感 那個焦慮感 就覺得說 頭都洗一半了 到底是要把它讀完呢 還是現在就把它 就把它 quit掉 去重考呢 幹嘛幹嘛之類 所以我們大二的那一個時期呢 有人去重考醫學系 有人去重 有人轉系 轉到法律什麼什麼 有的都沒 很多都有這樣 對 而且 轉了之後 都還讀得不錯 那在那個時候我也要去面對一件事情 就是 欸 其實對於生化科技系 而言我自己本身是有熱情的 因為我覺得 看到那個DNA啊 ATCG 那些有的沒的 覺得很興奮啊 怎麼會 因為人類 藏瘍植物 東維生物都有這些 有趣的密碼子所組成 可是 反觀現實 好像這件 這個職業 如果以後 我們不談出國 我們講 在台灣發展好 可能路很窄 你可能是藥廠的業務 或是說是研發助理 教職的缺域很少 那時候 也嘗試了很多事情 就把自己當成是一個Prototype 我嘗試去做科普作家 然後那時候寫許多文章 在科學人雜誌 一些比較科普的 然後去參加什麼 空間設計比賽 然後又得到一些不錯的成績 電子設計的比賽 然後也進了實驗室 那時候 準備要去劍橋讀研究所之類 可是那個過程當中覺得 好像不是這麼喜歡 因為你試過之後才知道說 到底自己喜歡什麼 不喜歡什麼 的這個過程 Anyway 那時候在一個很 很猶豫的過程 總之呢 後來我去那個 我去了國外當那個國際志工 如我們剛才所說的 就是 在 來大學讀書之前 其實我沒有離開過 宜蘭超過三次 那我第一次出國的經驗是到 東地溫 東地溫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呢 它是在澳洲的北方 印尼的南方 是一個 戰亂的國家 我簡單描述一個情境 當時 到那個國家的時候 我們要先在 印尼的西地溫受訓 發現有一個志工 半邊臉是爛掉了 那一開始不好意思問 可是後來我們在 某一天的晚上 那個東地溫的志工 突然醒過來去 垂打隔壁的印尼的志工的時候呢 他才 那個分享到說 他為什麼要這麼做的原因 因為 他小時候因為那個 有一個印尼人 來到他們家 把他爸媽給幹掉 原因不講 因為時間只有12分鐘 那後來那個 用白臉炸彈把他家給燒了 他是那個時候呢 父母過世 然後臉才半邊爛掉的一個過程 這樣 總之這件事情對我的衝擊非常地大 哇天啊 原來那時候 那個書本裡面寫的是真的 我那時候很喜歡追風針的孩子 他寫很多種族之間的衝突 的事情是真的 那那時候 可以對於人的需求這件事情 感到非常地有興趣這樣 好過程省略不講 到最後就是最後一天 大家就在分享說 那個有點像是 夢想的分享 啊 合各言而自 他有什麼志向啊 有什麼夢想啊 那過程當中一開始 因為那時候我18歲 大一的暑假 其實不知道該講什麼 我就先 自己本來是第一個 我就先pass 聽全部的一百多個人講完之後 就又回到我這邊 那時候心中開始有一個想法 就是那個 我希望能夠藉由商業跟政治的力量 去幫助某些人 可是那些人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只是覺得 商業跟政治的力量 如果能夠好好的被使用的話 他將會有非常大的影響力 所以這算是我創業的一個 起心動戀 就是想要幫助人 可是想要藉由這兩方面的一個 力量為一個開示 可是當時還不知道要做什麼 對 那後來那個 回到剛才所說的那個 生科人的悲催的故事 以至於我在大二的時候 應該說大三 2010年的時候 開始去做出一些的抉擇之類 就是好 那既然生科 沒辦法讓我成為 安身立命的一個專業 那我該怎麼辦 那時候台大剛好有那個 就是創 創意創業學生 跟雲端學生 簡單來講一個是跟資訊相關的 一個是跟商業相關的 當時呢 反正也沒有什麼後顧之憂了 使馬當活馬 也就給他跨領域下去吧 因為那個 也只能這麼做了 那剛好對於資訊跟商業 我有一定的一個興趣這樣 當時算是經過了一年多的時間 有一部分我覺得有點幸運 那二者他如同剛才一開始介紹說 統合眾校的直接這個特質這樣 我們那時候組了一個團隊 就是我們做跟旅遊相關的 細節不講時間有限 我們在一年一點的時間的裡面的努力 算是在當時有一個不錯的成果 我們在一個海峽兩岸的 創業比賽當中 大概三萬人我們得到了冠軍 而且拿到一千萬的投資 在當時有點算是少年得志 那時候才二十一二十二歲而已 那這件事情 原本我們也都已經想好 那我要那個 就是那個 自以為自己是那個下一個馬克祖會博 然後下一個比爾蓋茲 那時候Facebook還沒有可能 所以我們會覺得自己是那個那個 比爾蓋茲之類的 對 都想好要去那邊去開公司創業 可是那時候我自己本人基督徒 那時候已經信主了 那時候上帝給我一個我們稱為 基督徒叫做呼召 那那個 那如果我們用比較白話來講 就是上帝對你說話 那時候上帝對我說一句話 我覺得非常的衝突 不願意不爽 那那個概念就是說 你放下這個安全感 然後那個去當兵 直接去當兵 當兵退伍之後 把你最黃金 寶貴的兩年奉獻給教會 因為有一個原則是 上帝要用你之前 必須要先破碎你 過程我不講 總之因為時間關係 後來決定了到教會那邊 有一個 兩年的一個 一個 我們稱為全時間 俯視上帝的一個過程 這樣 那過程很有趣 在於那個 你會發現很多人 一開始 那個 剛接觸你的時候 是因為某些的原因而接觸你 可能是因為你的過去的一些經歷 或是什麼什麼事情 而經歷你 然後 可是 變成說 甚至是為了要利用你 而想要聽福音 對 那時候我覺得在教會裡面 的一個福音 因為密切到很深刻的一個人性 真的如同那個 一開始 決定進入選址的一個原因一樣 就是神在用你之前 要先磨練你的那個心智 的那個過程這樣 對 所以其實這段經歷對我而言 其實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 那個 心被磨得很 堅韌 對 那時間關係我就 直接跳過 這個就先不講 然後這個也不講 我就直接講目前的關於那個 那個關於優三良的這個事情 我們想要解決的問題是 很多人他們一旦生了病 就被迫放棄享受美食的權利 或者說是冒著病發症的風險 也想要嚐一口的美味 可是醫療飲食的運氣很大 它有癌症 有糖尿病 腎臟病 那些有的沒的 那後來我們從糖尿病開始的原因 在於 低升糖飲食 也就是適合糖尿病有的飲食 它 一則 它不需要高度的客製 它只要遵循某種原則 它就可以做出適合他們的一個產品 那我們的特色在於 我們 結合藝術家跟科學家的專長 這位大廚 他像那個 他可以根據 當季跟當地的食材 去做菜色多元的變化 因為東西再怎麼營養不好吃 是不會持久的 那由這個 藝術家設計完標準食譜之後 我們由哥倫比亞大學的營養師 去做糖分的拿捏 我們的目標就是讓 適合生病的人的食物 或者說想要 增肌減重的人的食物 能夠 讓人可以持久 好吃的享受下去 對 那 那個 這是我們的產品 那我講一下在過程當中的一個 增長 你看到照片中的這 另外的六個人 全部都離開了 對 對 這是一個很大的增長 你知道嗎 我的團隊基本上是 喜過一遍的一種概念 你會不會知道怎麼增長呢 一則 一則是那個 對於 對於人的部分 很多時候團會的離開於流 是 一部分是你自己的問題 一部分是團隊統合忠孝的問題 而且其實 在整個過程當中其實 原本就會有 對的人上車 不對的人下車 這是我在創業過程當中 所面對到第一個要去面對的 就是 好 如果這個人的離開 對公司是比較好的狀態之下 即便你們的關係很好 你要不要讓他離開 你有時候可能會因為覺得說 過不去 感情問題 或者說那個 大家都是這麼熟的朋友了 而且其實大部分的 因為在年輕的時候 創業你必須要面對到一個狀況 就是 你的員工大部分比你小 大部分比你大 就是 或是跟你平輩 那比你大的可能還大你 可能二三十歲以上 像這位大廚 他是五星級的廚師 以前 對 可是 我過程不講 就是我要講的是一個掙扎 就是 當這個人他很有能力 當這個人他跟你的關係很好 可是當 當這個人他 在這個公司裡面 離開比 留還要好的時候 你要怎麼決定 這是一個心裡面的掙扎 第二個掙扎 是 你怎麼跑去賣便當了 這件事情 這句話是從誰而出的 大概從家人而出的 其實對於那個 對於家人而言的話 他們心中一定會有所不理解 那個不理解在於說 那個年輕時期 那個 這麼的有 有企圖心的一個家伙 怎麼跑去賣便當 因為對於長輩而言 他們對於賣便當 相對是一個比較low end的一件事情 當然這件事情的理解是錯的 可是他們有這樣的一個理解 對 所以你就必須要去面對一件事情是 可能是自我懷疑吧 自我懷疑 因為在創業圖心 你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多的成果 的前提之下 你要怎麼樣能夠去面對 不同聲音的一個懷疑指責 還能夠堅持下去 這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 三者 我自己本身不是餐飲背景的一個專業 對 其實你要當一個 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就做一個抉擇 就是我到底要成為一個千里馬 還是要成為一位博樂 千里馬有安全感 因為你只要有一技師長 你到哪裡都可以活得不錯 而且薪資蠻高的 那博樂的話 它的好處在於 後者的影響力是大的 可是在前期 如果你沒有團隊的話 你就是什麼都不是 你會很沒有安全感 而且你的團隊都比你強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領導他們呢 我那時候就面對到這個問題 那個 當我自己本身 我既不是營養師 我也不是廚師 的這種狀態之下 甚至營養師跟廚師之間的一個 一個合作 還被拍成一部電影 叫做女王的營養午餐 他們講的是 就是這兩個族訓的 那個 就是訓練過程 差異太大 以至於有很多衝突的一個過程 我在團隊初期 就是遇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一開始也瞧不龍 以至於團隊 拜拜 就是那個 從頭再來一次 那你會去面對到這樣的一個爭載 只有我懷疑 天啊 第一個懷疑的是我運警對不對 第二個懷疑的是那個 就是 我是不是一個 就是失敗的領導者這件事情這樣 三者是好 好 即便說真的是一開始的 好 假設運警正確 可是你的領導方是失敗的話 怎麼樣的去面對到 自己的一個失敗 從頭開始 對所以其實 那個我沒有放現在團隊的照片 因為那個有點太多 就是 其實 那個過程我實在要講的事情是 好 這個團隊後來都離開了 可是呢 怎麼樣的去建立一個新的團隊 那 離開團隊又有一個很有趣的特質 就是 他們離開之後找新工作的推薦信 大部分是我幫助他們寫的 那這就是一個爭召 因為有些時候你會覺得 唉 會不會離開之後 關係變得很奇怪之類 可是其實那時候 我覺得 在自己在這方面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就是心理上面的一個 一個擴充的一個過程 在於說 好 即便我們不能當同事 可是我們當朋友 還是可以的 對 可是變成說 站在精英者的立場上面 我還是不能讓你留在這個公司 可是 情義還是在 這個過程其實是我所命對到的一個學習 好 時間剩下一分鐘 所以有一段經文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聖經有一句話說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體 未見之事的確據 他要講的事情 其實很多事情 他還沒有完成 可是你心中有一個畫面 圖像畫的那個畫面 你心中有一個願景的時候 你怎麼樣 憑著你自己的一個 信心 堅持 你的團隊能夠把它走到底 當然我現在也還在一個過程的當中 是怎樣 可是其實當 我對我自己的而言 狀況是怎樣 就是即便環境好像 就是 不如理想 或是說 好像很多的挑戰之類的 可是呢 就是當你對於這個願景的那個 的執著是夠深入的時候 其實你不害怕 因為你知道說這些都會過去 你一定會到達你要去的那一個 那個畫面這樣 好 我也沒有QR code不好意思 那個 對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找 U-M-E-A-L 優善良 這是我的品牌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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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這樣 教練的過程中 超到四人挑戰 再來就是人 再來就是人 真的就是人的挑戰